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帶大家來逛逛港澳碼頭 現在已經放寬了 不需要核酸檢測 又不需要快測 就看看碼頭的情況 今天其實都是多人的 正常 其實都是要慢慢恢復的 這個疫情始終已經三年了 看到都是有遊客 而機場的班次都應該是重開的 但是現在來往上環碼頭的班次 就沒有以往那麼密 現在大概是半小時左右一班 大家也可以用回以前的會員卡 即是那個貴賓卡來網上買票 聽說就是澳門過香港的票 就比較緊張些 但是在香港回來澳門 就容易些買到 而網上訂購 就買不到這個買一送一的優惠 大家就要注意些 今天是平日來的 今天是星期五 仍然都是有遊客的 看到嘴香園 都已經有一個自助的手信機 我們走上去看看上面的商店 我看到以前上面應該是有一個咖啡店 對了對了 這個就是星巴克 亦都是開的 亦都是很多遊客 不怕沒有食物 也有巨肌手信 紅酒 很多東西買了 而另外那邊呢 就是星巴伯伴 還有一個茶餐廳 我印象中好像 那我們走去看看 還有麥當勞 還有麥當勞 如果在這裏等船的時間 又可以來看看購物 就不怕悶了 那這裏呢 就有一些茶餐廳的美食 那當然啦 那選擇呢 就沒有香港那邊那麼多 但是都是 有得選的 可以選麥當勞 那現在麥當勞 都自助點餐的了 好 那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按讚 分享 訂閱 歡迎大家贊助 拜拜